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不过新车的高昂售价令许多车迷只能忘车心态 因而有业者投身经营顶级进口中股车买卖 让广大的车迷能以实惠的价格满足拥有顶级进口豪车的愿望 三十多年前那时候进口车非常的少 新总是其中一个贸易车商帮我们的客户从乖把车带回来 那我们在这三十年之间呢也是度过高高低低的事情 一九九五年那时候的金融的国际局势变化 台币大幅的贬值 所以变成我们的中午车车架进口车车架非常的高 所以让我们国内消费者是没有那个消费意愿 2001年的时候纳地风灾造成台北市的淹水 那时候的损失大概在几千多万 最惨的时候全部的资产大概只剩两台车跟两个元 我们的缩写分别是Pioneer跟Profession 我们要帮消费者做专业的先锋 因为在中古车业界那时候有三步 就是不公开不透明不保证 所以我们的使命就是帮消费者打破这些限制 我们从线上到线下价格都是会公开 都是一致的 那车况呢我们除了内部的检验之外 也会透过第三方的检验 去证实说这台车是没问题 就是我们会开闭发票 这在中古车业界是很少去做的 我们会建立这个正确的买卖关系 让消费者未来万一真的有纠纷 他还求述有门 那最后一个就是售后的保固 这是大部分的车主最担心的事情 一旦买了车之后 后面就怕自己像孤儿一样没人去照顾 每间车上都会讲自己的认证 或是什么保障很多 但是我觉得他们在每台车上面 都直接把售价标示出来 就是不会怕消费者好像知道太多 这一点做的是最公开透明的 这台车都有做第三方的认证 然后这在日本 每两次来做GOO 消费者要去看这台车安不安全 有没有换过板件不大容易 所以我们看到消费者常常是带着 懂车朋友来看车 那另外如果说没有这样的朋友 也没关系 消费者可以跟车商索取 这台车的检验报告 那一般我们在市面上 有GOO有莱茵做辅助的证明 这是第三方的验证 那另外我们附有保养场 我们可以做售前的检验 跟售后的保固跟维修 也就是说我们消费者很简单 你再把车开我们这里 车的大小事在这里都可以解决 之前也是购买好几台二手车 那后面的下场就是 一开始看起来车子都很新 那后来开了几个月后 发现有些毛病很多 接下来选择二手车的时候 想要选择比较有幸运的公司 它自己有自己的保养场 所以你不用担心后续它 保固啊维修的一些问题 业者为大台北地区最大中古车商 走进占地一千多瓶展示中心 宽敞明亮与豪华大气的接待环境 完全颠覆消费者对中古车商既有印象 让消费者犹如自身顶级进口汽车品牌 新车展售中心 我们认为消费者体验非常重要 那我们提供咖啡茶水 那目的就是希望我们消费者可以感受到 买中古车 也有买新车般的Juno 他们厂内的车子 比一般的车商来讲的话 多还蛮多的 然后他们有各种不同的厂牌 所以在选择上来讲的话 有更多的厂牌可以去做试程 然后可以去做比较 然后再来是他们的购车环境 也比一般的车商来讲来得更为舒适 许多企业主在购车时 常会顾及购车与企业运转资金是否发生冲突 业者透过销售顾问规划建议最佳理财方案 帮客户解决需求问题 也协助消费者找到理想的产品 前阵子有一对夫妻 他们有个跑跑准备出事 这时候他们锁定一台小轿车 我们的销售顾问觉得 这在实用上会有空间上的限制 因此我们的销售顾问跟这位夫妻 拿了婴儿车跟婴儿座椅 放在车上实际操作 发现真的是不太够用 最后他们选择了旅行车 未来我们希望透过消费者 我们的销售顾问以及广大的客户 来教育这个市场的消费者 去买车要如何保障自己 我们也会透过官网跟新媒体 去教育这些事情 那未来我们希望消费者在买中古车 可以就像去边缘商店买东西一样 非常的放心 非常的安全 那这就是我们销售顾问存在的价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